距离2024年美国大选还有两周时间 川普和哈利斯到底谁能赢得大选 其实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 今天让我们来看看各种相关的风向标 首先看看摇摆州的民意调查 RCP的统合民调数据显示 川普目前在全部7个摇摆州领先 途中全部7个摇摆州都已翻红 尽管川普领先的百分点都不多 处在误差范围内 但要考虑到RCP已经综合了各种民调数据 而且川普做到了全线领先 这种一天倒的情况我在印象中还没有见过 截至9月末 两个人在摇摆州还咬得很近 但自10月上旬以来开始出现分化 并且趋势在加强 两人差距在拉大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的话 川普将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如果我们观察市场的话也会发现 市场已经明确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川普将赢得大选 一 首先我们看看博彩公司赔率 上图为RCP评计的各大博彩平台的胜率 最新平均值川普胜率60.0% 哈利斯为38.6% 时间上和摇摆州民调数字高度吻合 还咬得很近 哈利斯还一度领先 但在10月上旬以来开始出现分化 且两人的差距加速放大 二 川普媒体科技集团BJT 控某川普旗下的社交媒体TruthSocial 被认为是川普政治在市场上最直接的风向标 9月下旬开始上涨 过去一个月内上涨169% 说明市场压住川普赢得本次大选 三 然狗没个用力的视频及社交媒体平台 作为对YouTube等总益 民主党互联网大厂社交媒体平台的替代 BJT有JD万斯 BJD万斯方面参与早期投资 过去一个月上涨16% 四 墨西哥比锁及美元 川普反复强调将在上台后对墨西哥大幅提高关税 限制从墨西哥进口产品 其中尤其针对汽车产业 包括投资于墨西哥的美国及中国汽车产业 号称将关税提高到200% 不让一辆汽车从墨西哥进口到美国 一切都旨在保护及提振美国本土制造业 10月份以来墨西哥比锁较美元显著贬值 于是市场认为川普将赢得大选 川普声称要对主要贸易伙伴提高关税 消除不对等的贸易条款 以保护美国本土产业重振美国制造业 10月份以来美元也呈走强态势 也部分归音媒市场认为川普很可能赢得大选 5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 9月18日美联储宣布大幅减息50个基点 此时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低点 但10月份以来 伴随川普赢得大选的预期增强 收益率开始攀升 达到了降息之前的水平 市场预期如川普上台将进一步大幅减税 这些政策有利于增长 但也会增加政府赤字 提高中长期的通胀风险 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也随之上涨 达到了4.2% 回到了降息前的水平 不妨这么理解 即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假定川普赢得大选 6.比特币 众所众之 川普对虚拟货币表现了非常友好的态度 市场认为 如果川普上台 则比特币将不再面临监管风险 相关的不确定性与折价也将一扫而空 所以比特币的表现是川普能否当选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10月11日以来 比特币已经上涨超过10% 预示市场认为川普将赢得大选 7.钢铁产业 川普反复强调要重振美国的传统产业 包括传统能源与钢铁等产业 相比而言 石油天然气受国际地缘政治影响更大 而钢铁产业更加本土 更加可控 是更好的风向标 10月分出以来 美国钢铁公司股价上涨10% 8.银行 川普的一个核心政策主题是去监管 针对金融行业 提出要去除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多为民主党提出设置的各种繁杂监管 因此银行股也是川普政治的风向标 从6月中旬以来 银行股上涨22% 可以注意到 银行股的走势和哈利斯与川普的此起比伏高度相关 哈利斯代替拜登竞选 势头正好时银行股急下跌 9月10日川普在与哈利斯的辩论中莫拜 银行股也出现下跌 但10月份以来稳步上涨 预示市场认为川普可能当选 9.监狱和收笼 监狱、拘留、收笼在美国是一个产业 由私营公司参与运作 并且踏足资本市场有个上市公司 川普声称将在上任后加强打击犯罪 拘留及遣返非法移民 也带动监狱概念股上涨 龙头企业GEO Group在过去一个月上涨达20% 说明市场认定川普将赢得大选 10.汽车产业 最后说说特斯拉 那说马斯克全情投入支持川普应该有些好处才对 实际上川普在所有的选举活动上仍然控制电动车 主张大力推动化石燃料及油车 往往都在大骂电车之后才突然想起马斯克赶紧每言两句 但这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 即在川普政府内 电动车在美国将不会再有拜登 哈利斯民主党政府所赋予的战略地位 这也反映在特斯拉的股价里 10月份以来股价下跌13.6% 这说明市场认为川普将赢得大选 同时马斯克的电动车业务不会从中受益 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传统车企 以通用汽车为例 10月份以来股价上涨11% 这说明市场认为川普将赢得大选 同时传统车企将从中受益 综上可以看到市场已经用脚投票 判断川普将赢得2024年美国大选 还有两周大选 最后的冲刺阶段川普和哈利斯都在卯足了劲发力 为了拉摇摆州的选票 川普亲自在麦当劳炸鼠调服务当地工人 哈利斯一边拉票 一边过自己60岁生日 还请了传奇盲人歌手Steven Wander站台 为他演唱生日歌曲 两边最后的拉票活动不分伯仲 都热闹得很 近期宾州的活动现场 川普重申 如果11月5日再次当选 他会大幅降低美国利率 缓解民众住房负担 但没有详述任何政策举措 根据国会山报 美国选举预测机构决策台总部BDHQ的预测模型 川普胜选的概率于10月19日首次超越副总统哈利斯 根据上述模型截至发稿 川普胜选的可能性为52% 哈利斯胜选的可能性为42% 当前在七大摇摆州中 因西法尼亚州和内华达州 是唯二在平均名调中仍支持哈利斯的州 近期川普在威斯康星州和那些根州的名调中 民情有所改善 这两个摇摆州之前略微倾向于哈利斯 此外 川普在亚利桑那州 佐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 也取得了微弱优势 自乎总统哈利斯在8月底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达到高点以来 以及9月10日与川普的唯一一场辩论之后 民调一直在向川普的方向倾斜 从最近一周的民调来看 哈利斯最近的密集宣传活动并未带来任何类似的提振 即便如此 所有迹象都表明这是一场异常接近的选举 略微向川普倾斜的趋势让民主党人感到不安 另一方面 落胎问题可能在最高法院推翻罗素维德案后的首次总统选举中 推动哈利斯的投票率上升 七个摇摆州或将决定选举结果 亚利桑那州是川普最强大的战场之一 目前川普在国会山报-DDHQ民意调查平均值中领先1.7个百分点 川普在佐治亚州的平均支持率领先1.9个百分点 这是他在任何摇摆州的最大领先优势 密歇根州川普领先0.7个百分点 内华达州 哈利斯在三个主要民调中都保持着微弱的领先优势 但他的优势仅为0.2个百分点 北卡罗来纳州 川普刚好领先1个百分点 该州是这位前总统在2020年大选中唯一获胜的7个战场之一 宾夕法尼亚州 该州是战场地图上最大的赢家 有19张选举人票可攻争夺 哈利斯在国会山报和DDHQ的平均支持率中领先0.3个百分点 内斯康星州 哈利斯的领先优势已经被削弱 川普领先半个百分点 川普在2016年赢得了该州 成为自1984年前总统里根以来第一位赢得该州的共和党员 但在2020年又以微弱劣势落败 从摇摆州的最新情况来看 民主党可能已经开始汗流加倍了 博彩方面 哈利斯这边也并不乐观 在博彩市场上 胜负的天平也在导向川普那一边 根据汇总博彩赔率的网站 ReoclearPolitics提供的投注市场平均值 川普胜选的概率已高达57.9% 远远领先民主党竞争对手哈利斯的41% 众所周知为今年川普参加美国大选带来关键作用的 有两个重要人物 一是川普此次竞选的副手GD万斯 另一个是川普新的合作伙伴马斯克 万斯重点关注宾夕法尼亚州 密歇根州 威斯康星州 俄亥俄州 林尼苏达州及其他地区的美国工人和农民 为共和党拉票 另一边马斯克也在频频动作 为支持川普的竞选活动 马斯克创建了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当地时间10月19日 马斯克宣布将每天随机向一名签署 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请愿输的宾夕法尼亚州选民发放100万美元 直到大选日 次日 马斯克在宾夕法尼亚州颁发了他的第二个百万美元奖金 此前公开的联邦文件显示 马斯克目前已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了至少7500万美元 马斯克选择用财富和权力支持川普 作为回报 川普方化 会让马斯克领导一个新的政府效率委员会 该委员会有权建议对联邦机构进行大范围开支削减 并修改联邦法规 里面的弯弯绕绕解言概括 就是马斯克给川普助力 川普胜选后给马斯克放权 是后者为其庞大的商业帝国清扫一定的监管障碍 SpaceX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依然困在这样一种现实中 为火箭发射办理政府许可的文书工作 比设计和建造实际硬件所需的时间还要长 马斯克的SpaceX实际上决定了美国宇航局的火箭发射时间表 去年马斯克的公司与17个美国联邦机构签订了近100份不同合同 获得了3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 与此同时 马斯克与美国联邦监管机构的纠葛也很多 且充满对抗性 马斯克旗下公司至少成为了20项进气调查或审查的目标 其中包括特斯拉汽车的安全性 以及SpaceX火箭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如果能打通政府层面的工作 马斯克庞大商业帝国的发展无疑会更为畅通 有了马斯克的金库作为支持 川普无疑如虎添翼 还有两周时间 川普这次真的要回来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现在就点赞评论和订阅 以便在11月选举前获取更多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